王女士早晨 因為我昨天去遊行 走到最後那時候 他分開兩條隊 我見到那群年輕人 拿了紙皮給他 好像很哀求我們走過去幫他 叫大家轉右 支援他們 因為昨天很多時候 在門口還有支援的角色 那群學生 民陣就說 如果你不想走那邊 你就走這邊走 當時自己的心是覺得很不舒服的 明白 你們現在整個政府出來譴責這班 這班民青人 我覺得應該是譴責的 是這個政府和這班官 可能這樣對那班弟弟 你每次出來跟我們說 要聽民意 要跟那班弟弟談 那你談了什麼出來 你這樣兩面人來的 你還要把那班弟弟上台 你做一場這麼大的戲 要想逆轉民意 香港人看得很清楚 我們年長的人 已經覺得很無力感 你林鄭月娥 有沒有交代過 這三個年青人 我都是為人父母 死了三個年青人的父母 很傷心 昨晚有記者問到 特首說 三個年青人 因為這件事輕生 有什麼回應呢 她是沒有回答的 那就是了 那你回什麼回應呢 那是否令到我們香港人 要這樣 她真的很無恥 亦都很無恥 這個人 但王女士我想問一下 昨天多不多 你身邊的朋友 都會跟你說 他們很暴力 很多片給你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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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每次都有去遊行 如果我出春去 我就是聽到那些 就指責我們是收了錢的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真正愛香港人的 就是年青人 個個拿著膠袋 最後就在那裡撿垃圾 分類 連你們撐頂那些人的垃圾 都是他撿的 誰愛香港的 你說了 你撐頂那些人 走出來 全部人你都去打 一夜之人經過他都打 不跟他們合謂的 就應該去打 那誰是暴力呢 你們有沒有譴責過這班人呢 我們很氣憤 你知道嗎 我們很乖地走出來 那些小孩都很乖 我相信昨天林鄭月娥出去 那些小孩不會很憤怒 其實一定不會搞她 是啊 因為他們很 情緒不是去到很高漲 不是說要殺人 那些是沒有的 他們很平靜 他們是用我眼神 我看到我寧寧在目 好 7月9日星期二晚 是啤梨晚報 我見到 首先回覆一些聽眾 先說一句 多謝Xxtension這個超級留言 因為昨晚 結束之後 都有人繼續超級留言 另外多謝這位 來自大陸的新聽眾 Yu Chen 多謝你們支持 甚至你叫香港人加油 說你是大陸人 無所謂 只要大家的價值觀 是差不多的 無論你來自哪裏 雖然來自我們 都是同一種人 流著滋那的血 但只要我們信主 就會得夠了 另外這98元 其實就是我們 啤梨晚報訂閱 每個月的價錢 你知道小本經營 我和啤梨都是拿一個 很輕微的居馬費 那 就是 希望大家都多些支持 器材啊 租啊 甚麼都是錢來的 有時如果我想擴大節目 給四海開一下節目 給阿祖利安 又開一下 給阿一行 又做以前的主啤梨 論英雄 全部都是錢來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年就998 甚至是大家可以 繼續上來做自動轉帳都OK 亦多謝Akuma的超級留言 另外關稅 都不少在大陸的觀眾 這些就不是五毛 看這些留言就知道 我們平時六點鐘準時開播 但不是八點鐘準時收工 有時不知做甚麼時候 尤其是在啤梨不在的時候 今晚我見到很多開節目 之前的人猜 是不是亨利啊 因為我以前是舊拍檔 我又沒有說光頭 因為跟我拍檔的光頭 都不止亨利一個 不過一個有鬍子 一個就沒有鬍子 一個就高一點 一個就橫一點 另外在我身邊 我在左手邊這個組 大家都熟悉的 有時都有上來拍攝 之前也都在MHK和Benjamin 一起做 奔州文 做這個時事英文的節目 幸好當時你沒有請到做嘉賓 如果是我就不可以 在右手邊是黃一行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熟悉 一行 上來客串 之前在主櫃輪論英雄 亦都說你櫃輪漫步 由MHK時代開始 已經是主持你 和史提和亨利 天龍風 在黃埔花園見到 下次可以打招呼 說我嬴仔到瘋 多謝多謝 亦都好多謝Danny Lam EA Max 他支持 立刻留言 一行我介紹 亦都多謝Victor Jones 100元 這麼快 今晚會唱什麼歌 今晚會不會唱歌 或者我安排一些 厲害的歌聲來唱 亦都多謝Raymond Charles 即刻留言 很多即刻留言 不要讓他停 就繼續 多謝Mike虛 他教了我一些馬拉話 不過我要再回聽多次 聲樂 免得說錯 叫香港人加油 阿一行 找祖利安 大家知道祖利安 其實是 Pay Me暫時還未可以 但你可以PM我 593 3089 我叫老師來聯絡你 他就有Pay Me 多謝岑選良 有100元的超級留言 祖利安 其實是比較國際視野強的 就是你 沒有八卦外邊的 亦都是看港獨的支持者 你可以叫 是 找一些港獨嘉賓 往一行就不同 往一行我認識他十年前 就是社民燃的成員 亦都是以前在花生台那邊做節目 被人說是親社民燃的思維 是 看看會有兩邊有何課發 其實是一行的 國際觀都很強 還有他很多反諷 也很多謝 我新娘100元的超級留言 那一行其實大家有所不知 就是他帶我入行的 如果做網台 當時是2010年 剛剛寫完書 寫完80後運動 很託賴 當時就不知為何 會拿獎 成為第一個 拿了香港書獎兩個大獎 不是第一個 年輕人 二三十歲 他以下 閃閃眼都十年前 當時一行就請了我 去那時 做網台主持 一起做時事節目 後來一位美女 叫方方兩人魚都一起來 即是阿東暗戀 不知明戀 想追求那個 但失敗了 可能一行就不知行有沒有嘗試追求 我猜都有 他說沒有 我也有嘗試 我沒有追求 我想上來 就聊一下他 因為他家床有 我常常說 我可不可以做那個 他追求 他當然就不回答我 真的 是的 真的這麼壞 但他出書 我們兩個寫罪 是的 他出的運程書 雖然他當年 就說唐英年會做特首 但有時這些不是樣樣種 他當年 女醫家都不錯 可以叫 都算貼不住 眨眼都 下年就十年 你都是2010年 進去按力推法 我們下年都剩下 十周年回顧 麥克風是粗口 是馬來文 我待會再回聽到WhatsApp 或者那支麥克風 可能要夾 可能要夾麥克風 真的可能 我剛才都不記得 今天我們會繼續說 一開始就是 我聽了一些 晴朗的日天出發的 聽眾打上去 其實很催淚 我昨晚重聽了四五次 是 很什麼呢 很感動 雖然這已經是幾日前 但我也想在今天 給大家聽聽 知道其實那些黃絲 或者那些年輕人 是怎樣想的 開始不少黃絲 像是陳日君 吳志森 Q仔都開始又改觀 甚至前大康 那條全家產 鎮大校長 打壓學生的 謎 港賊 奶共狗 現在都扮一下 說一些人話 好了 這一節主要都是繼續說 說星期日黃絲黑夜 因為繼續有很多資料爆出來 那些黑警 怎樣是發瘋了 不單是推記者 推記者 推議員 甚至是打圖人 那些遊行人士 他們說一定是 集中精力 去對付你 去發洩 甚至撩你隻臭 好了 萬必 until鬼命 應戰 這幫人就脫水 要你隻臭 你除了你 除了你那些 福記者先 除了你那些 裝備先 說話 全家產 是不是 原來呢 被人踢爆 以前就跟大佬 香港警察就是收這些人 為何以前黃家警察 香港市民會尊重 現在的人說你黑警 叫你死全家 叫你可恥無恥 你自己想想 是你甘願做極權走狗 但是想法公理可以做 你偏偏做黑警 做黑警都不要緊 你做似樣的黑警 我待會都講完 會講這一節 怎樣這幫黑警 是怎樣 犯了你們警察通例 有權力的人 去專門犯法 知法犯法 就是正宗的破壞法治 就是這些 譚永倫你知不知道 懂不懂 韓君耀你知不知道 神經病 什麼人破壞法治 是很清楚的 那書展我都會 今年會有輸出 其實一行 他的角度又不同 一行之前 我們都會約 出來對抗爭 也好 遊行也好 一行的角度 就是這些遊行 你不會去 為甚麼 那時候我覺得沒用 因為現在人人同 我現在學聰明了 全世界 以前我都說 不是啊 你怎麼突然說 我親民連 那時候 每個人都親民連 混蛋 你又說我翻身台 我翻身台是被人吵的 那時候 我做 呂王的節目 叫做 《決戰中環》 你和阿楊 那時候我支持誰 支持梁天琦 那些花生人 在吵架我 又說 我贊成暴力 我那些年輕人是死的 但那時候我已經說 我已經說過有角度 他覺得年輕人被人煽動 其實這些跟你藍絲說的 有甚麼分別 藍絲和黃絲都認了 年輕人之前 被人煽動 現在開始 也好想多些明白 以前 蘇豪找梁繼平訪問一下 也是被一群 那時候 米米不少的觀眾 插他 梁繼平現在犧牲多少 除了口罩 在立法會 你這群人有沒有懺悔過呢 我不知道 但你問心就可以了 是啊 那麼多年前我已經說過了 他就做了 你這群人和理非 我叫你出去衝 他就不會 叫他犧牲 也不會 你叫那群想要衝的人 你叫他們 你舉高手而已 那些人很囂張 人家是衝的人 你舉高手而已 不要衝 你就叫人家 馬不還口 打不還手 這些是你強人所難 他們也不會叫你衝 但他就叫你 不要拖後腿 不要阻止我衝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我見這幾個禮拜 那些示威是 喂 香港人真的有進化 喂 你不是日頭那群 你日頭那群 你日頭那群 你自己自己遊行 譬如剛才那些媽媽也是這樣 喂 我媽媽也是 每個禮拜都遊行 七十歲人 幾個禮拜都有 喂 到你晚上 差不多時候 你要和理非 你那些散道出得八八 那我們就走出來封路 OK 現在就是這樣 分工合作 是啊 拓展所長 然後文鎮又寫了聲明 說什麼不切 拓箭走 我覺得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的 真的進步了 其實在這個形勢 是真的這一次 是給年輕人 甚至千禧世代 是領導 不要領導 是帶回風氣 是怎樣走的 這次我們都挺欣喜 甚至連左交議員 我們一向吊賊你 你馬上說的泛民 這次都算做回應有的本分 至少要在前線兩下上 還有你先叫咪 也是被人推撞你 譚文豪 本土新聞 今天也幫歐樂軒出了 給我選擇多一次 我都會站在市民和警察中間 雖然你 這篇訪問我都挺敢當 但我都會吊賊你 說23萬人 是你失策的 政治智慧都低下 歐樂軒 先說之前 去片 因為還有幾條片 是這兩天 不斷出 不斷出 至於Samba 你可以隨時上來 明天三點之後上來 我們給你晚報 辦公室 我們的Suite TV 你可以訂貨 接下來星期五四五 都會有大貨來到 但不知道是否夠 因為之前已經有百多部 還未清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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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正式 今天開始之前 再播一下黑警 是怎樣 仆街 連圖人都打 看片 還未清貨 不是 還未清貨 幹什麼 幹什麼 你玩了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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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撞住 站著 你撞住 站著 站著 走 我去 走 麽 你在那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腳踏出 不要叫我 謀言 謀言 慘音 不如說到你走到 這位朋友 尖沙水 尖沙水說得出事嗎 沒有,你說什麼 尖沙水 哪個都行得什麼 阿Sir就拿巴士出來,不是警察就走開 走開,你不是警察就走開 怎樣的? 是警察就拿巴士來,不是警察就走開 路過都不行 我誰說什麼事?現在走過都不能給? 不好意思,撞到人了 路過都不行? 走開 黑社會嗎? 在黑社會嗎? 他在警察拿巴士,不是好嗎? 他怎麼回答 拍吧 拍吧 你拍吧,我還要報警 我一定會報 我一定會報 你別走啊,你 我一定不走? 聽聽聽,你會恐嚇我嗎? Centle,拍下來了 我在新港中心給一個人恐嚇 很害怕 疑似黑社會 看一看都不行 哪個位置? 有幾段片 一段片大家應該看到N次了 就是警察做事 就不用出事委任證 這些擺明就是挑動別人的情緒 而且這傢伙 盧偉聰你答了人了嗎? 是不是他無警? 為什麼他可以在下面穿著T-shirt 就OK 除了頭盔寫著POLICE 兩隻字之外 以為是梁烈維的街坊裝 打完WALL GAME 就過來扮警察 然後在那裡指指點點 然後你看到有圖人 都不是穿黑衣服的了 擺完街坊衣服 熱褲 白色T-shirt 一段時間就被黑警嚇到哭了 黑警就威嚇他 最後那一條更糟糕 走過像那些古華仔 啤啤啤啤 我村仔 這個尖沙咀你 尖沙咀你 尖沙咀你做事嗎? 不是自己帶頭犯法 知法犯法 不是執法不公 藍絲打人就沒事 黃絲沒有打人的 你都照拉照屈你 好了 然後圖人 你就照欺負 有權不單是用盡 還要濫權 還要越權 而這麼久 是沒有人查 沒有人受罰的 有個朱經偉擺明就犯事了 有個七警擺明就犯事 全香港包括 黑社會真是包庇他 包括你曾志偉燒定一 真是捐錢給他 收不收恥啊? 你燒定一就搞不定嗎? 敗壞你老爸的身家 二世祖不會想事嗎? 捐錢給你七警 你曾志偉 學什麼人講佛啊? 學什麼人講這個 釋迦牟尼啊? 釋迦牟尼就若有你份啊 全家產 包庇 是非不分 是否做三天宋禮 做到要乃貢啊? 你家沒錢嗎? 要做什麼這樣的事? 甘願去乃貢? 然後你看張志林的是什麼了? 袁永毅? 然後王中堯出來抗爭 那怎麼辦啊? 有沒有氣魄啊? 啊? 這是什麼世界啊? 因為就是一群有錢的 沒錢的 演藝界也好 什麼界別也好 帶頭去乃貢啊 喂 現在連黑社會都支持警察 但警察就是做黑社會行為 所以他就支持你咯 這是好看到的 剛剛那段片給你看看 幾乃無恥 那些人來的嗎? 那些人來的嗎? 那些人來的 那些人來的 祖利安 我想問問你 那你對於王國的黑夜 那些人來的 有沒有朋友說真的很混亂啊? 還是怎樣? 怎麼很混亂 即是說你黑警啊 還是說不是 那些警察都黑制 是你那些人是暴徒的 沒了越來越多人 已經是很多很堅固的證明 很多很確切的證據 你照片了 而且你現在不是說 一兩個媒體去拍 你是所有的媒體都知道 那裡是有事發生的 當然連外媒 那晚是Sky News BBC也有在那裡 拍攝了全世界 看到警察如何去玩記者 正是玩記者 因為剛才可能還未提到 有一個情況 很多的記者 原本是在不同的地方 但被黑警 他們推進去一個角落 然後 原來把記者困在一個範圍的同一時間 原來在麥當勞另一邊 就有一大群黑警衝進去打人 如果你不要在這個時候再欺騙人 就說個別的警察情緒出了問題 個別情緒出了問題 你不會這麼有意識地 首先有步驟地把記者放在一旁 然後你放在那邊 那裡去打人 這是有預謀計劃的 這個你無論如何都說不去 很多人都看在眼淚 大家平時星期一 他都在賣Radio節目 不要賣廣告 我們放在街上都在賣廣告 是吧 原來由昨晚到現在 Youtube多了一千多個訂閱 在十幾小時之內 都很感謝大家 我首先講一下 其實有很多故事 都出來披援 有人寫 我雖然我沒有很討厭警察 但會不會執法亂了 我朋友自己和人吃飯 喝完酒回家 因為他一個人穿黑衣 坐車就是等車就被抓了 沒有查清楚有沒有搞錯 跟著他說 我們兩個女生吃飯是第二單 他七點多就去旺角吃飯 七點多那時是甚麼事呢 那時還未去廣東道 多謝David Lee的超級留言 還未去廣東道 是八點多才開始去廣東道 然後 陸陸續續由廣東道 開始在尼敦道方向 走過去 尖沙咀走走走走 最後走到旺角 走到山東街 他應該吃完飯的時候 都應該聚集在山東街 他說兩條女吃完飯 加上去喝東西 又喝東西又吃飯 就沒那麼快就下樓了 十點多時候 都見到 那些示威者去了旺角 那些正常不理世事 叫做政治冷感的人 就說這次糟糕了 因為剛巧他們有穿黑衣 其實政治冷感的人 正常是應該不會那麼留意時事 但他們都知道 你穿黑衣服你有大劑 他們一定是不分是非 黑衣服就當你是壞人 當你是他們的敵人 就隨時會被人打勾你 多謝Fat的親戶留言 好了 他說死了 我們會被警察誤會 於是他們就繼續喝東西 喝到十二點多 十二點多的時候都開始散了 看不到他很多人 應該是安全 就證明他真的是政治冷感 因為不是太留意 雖然知道黑衣服 十二點死線 但是就不知道 原來他們知道你少人 他就更加張狂 那他就說 他送完他的朋友回家 他自己打算坐車 又等車 無緣無故被警察圍著他 就拉他上豬籠車 然後他說 我自己說我自己無辜 警察不管 盡量粗口吊賊他 兼且就沒收他的手機 其實他沒有權 去沒收任何人的手機 甚至叫人去解鎖你 也沒有權 其實是要鑼籠的 沒錯 是要鑼籠的 這些擺明什麼 濫權不止是 知法犯法 破壞法治 將你的權力 是破壞了 因為權力是不讓你這樣做的 最欺善怕惡 哇 一條女兒就圍你了 那些人都要搏大毛 那些人 幾百個就保護大毛 然後又幾十個 唯一條女 這些就有景 真的 除非你下次見到 我一行 你跟女生一隻抄 那你就不算 你就黑腦又退婦如 每一隻都會找一些 你是英俊仔 你來挑機 那隻抄好了 整班都圍我 哈哈 然後呢 好了 將那條女 困了45分鐘 看完她的信息 先放她走 一句對不起都沒有 然後她說對朋友的時候 她很害怕 她覺得 那些警察這麼糟糕 欺負一個女生 真的 其實不單止她 沒有權收你的手機 你用手機全程錄影 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也有代鼠 來自美國的小學留言 想想現在 對什麼世代呢 你穿黑衣 她當你是犯法 但說真的 其實平時穿最多顏色的衣服 黑衣服 你穿黑衣服 你穿什麼衣服都好看 黑衣服 你穿黑衣服 夏天看起來會比較瘦 早上你都心明此道 不用了 我這麼大肚子 你也不算大 跟啤梨鼻 你看一下 當然 當晚也有一些 男士 播兩條片 一條片 有十個八個示威人士 因為一個人不滿意 他霸路就被人打 甚至一個人用傘 一個就是一位女士 被人折頭髮 還要被人從後面 抱著他 沽著他 不讓他走 有些消息說 香港發育組 就說他懷疑他是黑警 那些女警 走來退去拍照 但方向報 就說他商人 自稱營商 他都只是自稱營商 未核實 就算你真是一個 普通營商的人 你這樣拍照 其實你都要點一些照片 可能他在Ebay賣東西 對 所以說自己是商人 因為你隨時會 令到一些人 折腦出去 令到一些黑警 拿著一些照片 就去抓人 所以為什麼 我星期日做直播 的時候 有人不明白 就問 為什麼你可不可以 不要只拍著地下 其實都有原因 因為我不想拍到 遊行人士 或者街上的人的樣子 引起誤會也不好 就是被人去 有機會去篤灰 就像當日法國人 就被人篤灰 好了 亦都是有人挑機 說你林肯正在那裡震 其實不是在那裡震 而是專門去拍地下 希望大家都會明白 這是很基本的守則 但是暫時都未能核實 他是不是真的 警察的身份 或者是營商的身份 但是大家要記住 千萬不要拍照 如果有人去拍照 是真的要拿他的照片 很禮貌 你拒絕就不行 就像你的朋友 Wikta 也給波仔 給我拍到 Wikta Jeng 正 住在馬撈山那邊 那邊 為什麼他去拍那些人 是啊 那天就在 圍衝立法會 他在上面拍的那些人 然後那些人整個圍著 叫他刪掉照片 他死也不肯 他很囂張 是的 他的樣子 他整個裝中立 但其實思維就是藍絲 他一向都 以前經常面試過挑機 因為去過一行的讀書會 有時候 一向做朋友 幾年前 於是連曹家蕭都到處吵著他 曹家蕭都認識他 我直接吵你 老母親拼了他就算了 這麼煩 這麼長氣的阿叔 你什麼立場不要緊 但你不要裝中立 你不要裝中立 他幽默是左 周圍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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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我一眼就認到他 你知道黑眼是特別去拍的 不過其他人士 妹妹說 算了 他處理 不是我上前就吵著他 你知道我的性格 或者他想拍一下環境是怎樣 但現在被人知道 你拍照的人叫他刪掉 你就刪掉 就是要保持面子 群情洶湧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你說群情洶湧 其實在那個女士 懷疑是警察 或者是自稱營商 但未核實身份的人 拍照的時候 剛剛發生什麼事 剛剛發生了 有女士 一個人拿著水瓶 被十幾個警察 黑警按住他 按下去地上 他只會跪著夾到地上 是的 然後就出現懷疑有人偷拍的事件 再出現有三個警察 拿著胡椒噴劑 在彌敦道周圍走 周圍走 是沒事的 沒有人挑釁他 或者可能有人挑釁他 但沒有人動手動他 我看到網上 Sherwin Ho 他這樣留言 他說 德國的朋友說 如果這三個 對警察之前已經 不斷發生黑警打人的事 當晚都發生了 可以這樣 施施然 在人群當中 經過是沒有事的 在德國就 成早被人打了 所以你說 在香港的人去報徒 不能是吧 德國就是 左膠對世界來的 很和理非的 德國也動手 德國人也動手 是啊 都覺得你香港人 這麼平和的時候 你香港人 包括你譚詠麟說 這些東西 全世界都看不到 你看不到 是因為你沒有國際觀 你的眼睛是生在屁股上 只會哪一個 不懂看國際東西 全世界的示威 就是你看很多國際東西 有沒有見過香港這麼平和 或者所謂的暴徒 都像香港那樣 會撿垃圾 撿了你撐警人士 留下來的大量垃圾 去到立法會 圖書也不破壞 文物也不破壞 因為這些 譬如說 有些外國朋友 跟我說 我們都看到你香港人示威 但他們會感覺到 他們很重的 分量的沙的食物 哇 你這麼斯文 這麼和平 其實心裡是笑咬你 是啊 他說你搞暴動 什麼事情是暴動 沒有人死的 沒有東西燒著了 為什麼沒有人搶東西 黃沛新聞動都寫了十個 蘇丹寫了幾百個 還有 我看到網上 Cathy Jane的文章 他說在7月7日晚上十點 跟男朋友在商場就離開 走到尼敦道的出口突然間 他說有整千名警察走過來 他說無論行車線還是行人路 全部都是警察 當時他們做一件事 就拿著盾 就是拿著盾 還有警察在那裡發發 接著說無論你是行人還是馬路 無論你是逛街吃飯還是怎樣 總之他就要你走 當時他們走上行人路 打算去朗後方 逼著一直向前走 都被後面的警察說 快點走 走快點 接著他就說 其實他有朋友 有家裡住的太子想回去 都被警察逼他要走油麻地方向 就是反方向 接著他就問 那我住太子 我怎麼回家 那些黑警是不回答你 好了 後來去到維芳中心對出 雅街路街行人路 以為在尼敦道上面就沒事了 誰知道那些警察繼續步步進逼 一路用棍在那裡指嚇 他說甚至 他當下以為警察是想打下來的 他說我男朋友一直就保護著我 我男朋友因為後來警察就擁他 就是擁這位女生 他說不忍心見到我被警察去擁 於是他就跟警察理論 結果就被警察說 你是不是想回警局啊 是不是想回警局啊 就被警察去恐嚇他 他說當晚他們沒有喊口號 沒有拿標語 連黑衣都沒有穿 是穿平時的花蜜花蜜 五蜂蜜 出去吃過飯 都被家民對待 被人大聲嚇他 他說 他說我們吃完飯 我們做錯了些什麼 他說走啦 是不是不走啊 繼續被人呼嚇 幸好有一兩個 終於有掛證件的阿Sir 終於有 他說不要爭了 快點走 即是沒有掛證件的古惑仔 他說我們給立書人付錢 每個人最少三萬多元 而是這樣對待市民 還有一件事 有一個人在旺角走 突然被很多名便衣折查 然後他們強行 第一 好像你被他折查 拿手機出來解鎖 是吧 然後他當然不知道 其實他沒有權要你解鎖 是吧 因為他本中市民不知道 平時又不留意新聞 又不看碧莉漫步 你看碧莉漫步 你就會知道 真的 然後 警察又看WhatsApp 還有看Telegram 還有看他有沒有下載連登 那個Apps 然後就說 喂 你不要跟別人說 我們知道你住在哪裡 亦都不可以在傳媒或網上爆料 我們有你的地址 那這些是叫什麼 黑mail 這些就是 簡直是黑mail 刑事恐狠 真是好混蛋 那好了 他說這個警員自身重案組 向他們展示委任證 一展示一秒 又浪下來 他根本沒有機會看他叫什麼名字 甚至他編號 首先 根據警察通例 其實無論你是便衣 或者當席 或者不是當席 就是休班的時候 只要你跟市民接觸 是行使你警察的權力 你就必須表明身份 和出示委任證 而且要被人清楚看到你委任證寫什麼 好了 剛剛出現了這麼多的投訴情況 也是根據警察通例第29條 警察與市民接觸 是必須保持剋制和自律 而且他分了六級 第一級叫做心理威嚇 什麼是心理對威嚇呢 你是沒有說話 但可能會嚇到你 可能會疼你 就像剛才那個死黑警一樣 這些你可以擺鐵馬 和口頭的勸語 第二 語言對抗 你看到黑警就說 黑警死全家 就是這樣屌他 他就說 你看到有人對你 口頭表達不服從 惡言相向 警察可以勸語和召喚真喚 都是勸語 就不像當晚那樣去挑機 或者阿秋 好像當晚我拍到片 有聊 你過來打我 就是類似這些 第三 消極對抗 什麼叫消極對抗呢 就是他沒有實際去防擾你 或者威嚇你 就是他沒有用槍 找武器去對著你 他沒有突然間 你想抓人 他站在你前面 就抱著警察 不讓你抓人 沒有這些事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溫和去驅壓他 就是找兩至四個人 就搬走他 就是等於 譬如你坐在這個天星碼頭 你不走 等人清場 這些就叫做消極對抗 去到星期天那晚 全部都只是屬於消極對抗 因為沒有人找武器去對著你 沒有人是突然間 找棍子出來發你在先 其實當日警察做的事 已經破壞了警察通例 是違反了他的條例 其實你什麼時候可以用胡椒噴霧呢 就是當他實際去抗拒警察 和可能令到任何人受傷 譬如三年前 魚蛋革命 是否有個警察跌到地上 叫人扔的 其實都很厲害 那個時候 你就可以用胡椒噴霧了 但當晚警察是開槍的 開槍是什麼時候才開用呢 是毆打 意圖令人嚴重受傷 或者死亡 如果你暴力的攻擊 即毆打 但無意令到他人嚴重受傷 你只可以用警棍 去發一下就算了 很明顯是有通例 但這些垃圾 竟然是不跟規矩 是多離譜 還有講過魚蛋 我們有一幕 我們記得有個黑警 他是向天開槍的 其實是完全不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子彈射上天 你跌下來的 那個速度一樣可以是穿的 你可以看一下 遲遲不肯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擺到道明身有史 你說什麼士氣那些 第一 抵賴你 你這樣去對付市民 濫殺無辜 違反警察通例 破壞法治 你已經自己打擊你自己士氣 因為你自己不受規矩 你想想 對比九七年前 為什麼李君夏 許其安 警察 受到香港人擁大外護 九七之後 尤其是這五六年 警察成為過街老鼠 成為梁美芬 很多人看到是屌 當然 Alan Chan說得對 以後有警察要查你身份證 又要你什麼教授的 你立即開直播 這招是對付他們最好的方法 亦都保障到你自己 好了 當晚是否有 一時他的大哥 被人拘捕了 就說你攔路 阻止警察 其實他死貨 是不是 他說 我明知你不是死貨 就先拘捕你 他的位置車主非常好 他在香港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誰知道 有個聯會 叫做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那我問了幾位開直司的朋友 都沒有加入 他說這些會是全家產會 是幫人拿鞋底的 他出了一份聲明 還有嚴正聲明 寫了那位司機的名字 寫了他的號碼 就說這個人 以前是貪污被人嫁職的警務人員 他以前是PC不知多少號 曾經因為襲警入獄 我們會嚴厲譴責這違法行為 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這些會議 就算他不是你會員 你也不用下井下石 康靖真是第一件事 這件事我自己覺得 他很明顯利用 這個會議 不是太多的士大佬 是會加入他們的 是 這些是小會 可能是為了一群藍絲 駕駛的士 又跟譚慧珠有些關係 可能就開過這個會議 可能還幫了譚慧珠奶蜜 不出奇的 然後就是 他利用香港人現在仇警的心態 就說這個人以前是一個警察 將憤怒導引到的士司機 因為我們無從知道 這個的士司機以前是否真的一個警察 此其一 第二 有沒有貪污 誰知道 那是謊事 為何你會這麼快知道 莫非一個人衰過這些 而駕駛的士的時候 是會周圍跟別人說的嗎 坐牢不可以駕駛的士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瘋狂的 坐牢不讓他改過自身 坐牢就一定是他壞人 很多人不坐牢 直接是全家 那些人升官發財 拿大紙巾分章 銀紙巾分章 銅紙巾分章 那些就代表好人了 瘋狂線 還有一個叫麥當勞 那當晚 在油買點麥當勞 警察不讓傳媒進去拍攝 就強行用暴力 去帶走一位男子 那麥當勞呢 第一 他就堅決他交出閉路電視 他說壞了 可能就壞了 可能因為知道警察有暴力 想抱著警察 兼聖發聲明發稿 就說 有幾名警察就帶走一名男子 其實過程中是沒有打鬥推葬的 你說什麼啊 你有證據先 你沒有片子你說什麼都行 但麥當勞又麻地這間就很糟糕 我不知道是經理說什麼 還有可能大家不記得一件事 就是麥當勞在香港 在香港的麥當勞 就是因為被大陸收購了 純粹是中資 所以有這些事的時候 你想想想 其實他是一間中資公司的反應 這個反而我覺得不出奇 不過有些人是 口頭說出來 看到他押出來的時候 就是有把他推到牆 就是很暴力招待他 這些事情拍不到 因為當時傳媒去不到 唯有好像立場的記者 就是輸了出去 輸了大圈 但是也遲了 但是也遲了 亦都說了 你說不滿意那些人佔馬路了 上街了 好 用和平方式 我們用投票選了議員出來 他是否有權有責任 在議會代表我們發聲 現在那麼多人反對這條信中條例 議員是否有權發聲 在區議會 之前南區也可以去深水埗也好 很多這樣的建制派 已經自己留會了 自己不開會 浪費了不知多少罐午餐肉 然後就等你們民主派的議員 或者非建制派的議員 不可以提出反對送中條例的聲明 你知道區議會雖然說 主要是地區事務 但是也是議會 是有責任代表選民 市民去講出他們選民的心聲和意見 屯門更差 屯門區議會主席說 他是不准民主派讀反送中聲明 平時這群藍絲說什麼 其實你反對政府都無所謂的 你反對條例都無所謂 你反對和平方式表達 表達都不讓你表達 不要上街嘛 不要衝 我想問問這群藍絲 問問你苟不答白的中陣圖 問問你這位認為六四屠殺人民 屠殺同胞 是沒有做錯的高志森 全家產 要靠女兒露點 來收視的全家產導演 我想問你們 現在議會發聲 是不是和平 絕對和平 是不是理性 因為完全沒有衝擊沒有成的 那是一個很小的會 不過是 是不是他有權這樣做 而你們要主動浪費納稅人的錢 不開會 留會 甚至不讓人去讀聲明 現在是連和平的方法 你都不讓 擺明你這群藍絲 是想逼人用激進的方法 那你們自己都有責任 當你所謂譴責他們 說支持警察的時候 說那些人暴力的時候 是你們自己有份一手造成的 他的支持者 你張開眼看清楚事實 不是你看不清楚 是你不願意看 因為這群人做慣奴才 或者自己做了奴才都不知道 就非常開心 見到其他人不想做奴才 其他人比你醒目 其他人比你有尊嚴 有人格 你就生氣了 想拉起其他人一起做奴才 這些就是正宗支賴人和香港人 我們播一條片 播一下連儂牆 怎樣被人破壞 我時間上班 沒有你們這麼空 收人錢做事 我沒有錢的 我要自己勤力工作才有錢的 你有沒有證據 有啊 收錢你拿出證據來 是啊 你有沒有證據 你沒有證據我先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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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證據嗎 我講就是那怎麼辦 你不要證據我 你那幫泛民說話 你大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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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就行了 你說就行了 是啊 是啊 你什麼態度啊 你什麼態度 我真不怕你們 不要見我 你什麼態度啊 我真不怕你們那幫人殺 你什麼態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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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怕你們很多啊 昨晚啊 昨晚你有沒有看片啊 是尖沙塞整班人唯一個人啊 大哥不讓她走啊 拿著她的電話不斷拆她的電話 有沒有搞錯啊 我不用怕你們班人啊 沒有人說要欺負你一個女人 人家的阿沙塞都沒有碰過你 你就找一個人去拍照 我不需要跟你講道理 你們班人沒有道理講的 是不是大家完全不講道理 全部都是香港人 你也有講道理嗎 你也有講道理嗎 現在誰不講道理啊 我現在關你什麼事啊 這些東西你放在這裡關你什麼事啊 關你什麼事 那關你什麼 我喜歡你 你喜歡OK 報警吧 報警吧 報警 報警 我陪你玩 抓他 抓他 警察很難 不過沒有警察是整班警察 我們沒所謂的 我們從他們中立的 但是我看到你這樣做的 是絕對有問題 你自己好啊 香港的社會 OK 你們連日 你們連日沒問題 OK 你們快 你上班就上班吧 不要加多一點 我沒有出來做事 大家 你幹嘛弄我 不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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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香港人要和我一起 你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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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我 好 請你下班 你要下班 你下班 手勢 很快 你下班 手勢 你下班 你osta坐下 你下班 你現在不覺得 發生什麼事啊 你現在都很喜歡 我都跟你講過你 我們貼在這裏都是想的 但表達意見你在別的地方在你自己家 這是公眾地方 我都認會 這是公眾地方 阿姨?我想問一下公眾地方是不是你那個阿姨? 你不跟我說 每幾張紙都是阿姨啊 哪有留心啊 你說什麼啊?聽不到啊 全部香港人心意啊 不清楚的話不要回香港啊 你才知道你中央拍手啊 為何要留下啊? 你這班人害啊 是你這個政府啊 這個暴政啊 死了那些人這樣欺負我才叫我啊 一分家人害啊 你人真好人啊 你捏著我們 我們寫什麼 不安樂啊 處理緊 處理緊 你們可以說 但沒有收益的代表 我們都幫人 你自己問一下你自己睡得安不安樂啊 你們睡得安不安樂啊 我很安樂啊 我很安樂啊 很安樂啊 快點走 看著藝衣雲呢 不追著你啊 你收了這麼多錢 你怎麼樣啊 你不要碰到我 我說聽 我是非禮的 我們都給你試試看 你收命啊 你三號是不是收了錢啊 這條片我見到網上那個男司 就稱讚她英雄 即是女中豪傑 哎呀 我都不想 即是用這些比較粗魯的態度 她就是你們英雄啊 這條八婆可以代表你們啊 那就是代表你們的水平啊 屌你老母 撲腐麻雞 一個這樣的女人 都可以代表你們 雖然她大聲不代表她惡 她大聲不代表她沒有道理 但你看她說話 我是不講道理的啦 你不要走過來啊 你非禮我啊 我屌你老母 你當人慢嗎 非禮你 你真是想人碰你啊 你是那些什麼啊 擒爐蜘蛛網 殺了蜘蛛網絲 抹大也沒有人吵 抹大也沒有人 碰的 隔著螢幕也聞到臭 傷由心身 你看看 接著說 我不需要講證據 因為你沒有證據 就橫來講 這很基本 別人跟她講道理 你不夠講 就說不講道理 別人就叫你拿出證據 你就拿不出證據 說我不用講證據 好了 你說要表達意見 回家表達 不要公眾地方表達 好 我講道理 講法令 不講法治 我想問這位Gigi Gigi Mac 麥小姐 麥女士 公眾地方表達意見 違反了哪條法例 你答不答到我 或者任何藍絲 麻煩他們答我 第二 你說你們不可以在這裏貼那些東西 首先 眾私人貼了東西 那些就是別人的財產 因為公眾地方都有權 是有其他人的財產 你撕爛它 你就破壞他人的財物 你已經犯了法 是你破壞法治 即烈你口中 是你破壞了法律 你是不守法律 好了 而且你說你有權撕 不是有權撕 我們有權撕 很多藍絲都這樣說 你真是錯了 別人 你不理他有沒有權可以撕 他撕了 可能撕那些街招 其實是有權 因為你沒有犯法 但你真的沒有權撕 你只可以打給食環署 要執法部門去撕 向食環署 反映意見 你自己就是不可以自己動手去撕 否則你就破壞他人財物 這些三歲小孩都懂的法律 你不懂不要緊 我教你 這些是破壞的物心 即是可以告你刑事毀壞 而整班五毛藍絲 就是不懂法律 我不用跟他說錯 即是曲解法論 因為很有趣 你見到每次跟這些五毛藍絲爭拗 當然我不鼓勵大家跟他爭拗 爭拗就浪費了 他們很厲害的就是偷換一些概念 即是他壞些甚麼 你正面去借他 他就會拘捕很多其他人 譬如我們影片看到 他一見到群情空腫的時候 他就說欺負女人 他就說人多欺負人少 即是會拿這些 我們叫做幼稚園級的道理 而且他不會想一下 為什麼人多話 你說人多話了事嗎 不是人多話事 難道人少話事嗎 用下腦想事情 這個世界民主的制度 或者普通的人 都是多數話事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要尊重少數 讓你可以表達意見 但是如果少數的時候 你都要跟隨多數去行 除非你繼續經過討論 去說服其他人 去跟從你的意見 你自己變成多數 而且我又想問一下 貼貼連容牆 是否暴力 一點都不暴力 即是我們勇武派 勇武派的角度來看 嘩這麼濕糕 連幾張指導就可以了 即是我們的角度是這樣的 他是完全沒有暴力 沒有衝擊 你經常都說 你那些人可以和平表達意見 那現在就和平表達意見 你那些藍絲 他就怎樣 上街 收錢了 因為 為何我們這邊這麼少人 他那邊這麼多人 一定是收錢 無可能的 我接受不到 為何要人壓比我高尚 就算意見不同 為何他肯犧牲 我不肯犧牲 就說我要上班 因為你不肯犧牲 你不肯為了你立場而犧牲 別人肯 因為別人比你高尚 第二 他衝擊暴力的 示威就行暴力 好了 貼紙仔和平表達意見 你自己就撕爛別人 你心想 你連一個和平的連儂牆都包容不到 你就叫人包容政府 你就說你自己支持和平 支持政府 支持警察 是不是笑死人 說真的 擺動名 你們這幫人 就是假民主 真獨裁 任何半點 不喜歡聽你的意見 他就要打壓你 不讓你出聲 這些就是藍絲 這些就是保皇狗 看一張圖 剛剛那兩段片 一段片就是來自 熱血公民的黃紹健 他不是大埔那邊工作 就擺放上網 我記得原來我們擺街站 那天他在後面都叫咪 都叫得不算差 都不算差 不過當然 有空可以找我 讓你再激情一點 當日其實初初在七一 他那天去到 我們明明說要擺在家計會外面 因為本身聲火就申請到那個位 也批了 因為你任何當日民陣擺的遊行 你是要經過民陣 因為他買了你的保險 甚至有些人 如果你籌錢 就要給民陣 當然你可以不給 你自己報數 甚至你可以不籌錢 這些都是規矩 當日阿閹雞去到說 給熱狗霸佔的位置 我幫你勸 但他也讓了一點位置 他給我們 那就算了 好了 大家都是想為那件事好 我說無謂就在小事上爭辯 我們放在前一點 他就退後一點 大家互相遷就 當日阿閹雞說 就跟黃紹健 他聊天 出這張圖 這位大媽 阿芝珠麥 今天還出這些相片 這些大家認住他 這幫唯我那幫人渣 說真的 他說過幾天再跟你玩 你天不怕地不怕 唉 真的 連警察都叫你不要搞時候 你擺動名 就不給警察 這些就說支持警察 原來他就是糧粉 支持梁振英 糧粉就是這樣的水平 說真的 香港人很理性 如果你外國 你被人打死了 八婆 幸好香港理性 看見你這些 都口得面聲巴 他隨時被人 幸好你身於香港 這個和平理性的香港 你不好好珍惜 還要帶頭破壞他 是吧 即是大家 儘管去報告他 他的Facebook 去報告他 是吧 這些人渣 他回來了 人渣是老闆 當然 如果說真的 你給我見到 如果在場有人打你 我都會保護你 你雖然是一塊臭蟹 但我都不喜歡 那些女人被人打 你串一下他就算了 下次大家對著他 不用說話 唱哈利路呀就算了 是吧 再出一條片 就是講何韻詩 這節完 這節完 好